圆级,比较级,最高级 少呢,就a little, less, least 这是最不喜欢 most是指最需要 最需要中固的人 偏偏最不喜欢人家给他中固 为什么? 忠言逆耳 忠言逆耳 下面有一个相关的写法 就是dote who 凡是什么样的人 他说,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glass是玻璃 那么住在玻璃屋的那一些人 shouldn't throw stones 不应该丢石头 就说,你是住在玻璃屋里面 玻璃屋里面 你就不可以丢石头 为什么? 玻璃屋全部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对 那么你已经在那么多人的监视之下 你还丢石头 直到一丢是你的玻璃屋破碎 是损伤你自己 是损伤你自己 害你自己 好 所以我们的情况要注意 就是你自身在危险之中的那些人 千万不能够乱发脾气 你本身已经在危险之中了 你就要沉稳 你不能又乱丢乱骂人家 这样子乱丢石头 那这样子最后 砸到的就是你自己 这个 就自作自说 像这种格言 我们真的很难了解 你只能去体会 在跟我们的生活上 这个在为人处事 去体会 配合这个格言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 自身如果很危险的时候 你就要明则保身 不要乱丢石头 乱攻击人 最后 磁头会 像那个什么 这个 回旋的那个 那个 刀子一样 回来 就会伤到自己 好 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无厘头一样 这个乱发批剧 乱骂人 不可以的 再看下面一个 他说 Good advice is good for Conduct Connect是我们的行为 这是品德上的这个行为 那如果是你外在做出来的那些行为 走路的那些什么行为 我们常常会用 Behaviour 好 那个就是外在做出来的行为 这Conduct一般都是指品德上的行为 他说啊 良好的中固 有益我们的行为 好 这就是 中言逆耳 逆于行 行就是我们的行为 但是呢 But 好的格言 不是好的格言 不是好的格言 好的中固啊 却像 Jaws Jaws就是很刺耳的声音 On the ear 在耳朵听起来 非常的刺耳 这是我们 Chinese proverb 中国的格言 好 就是 好的格言 在耳朵听起来 这个很刺耳 可是 确实对 我们的行为 是有所 这样 改变的 对我们的行为 是有益的 中文 是分两个 良药苦口 利于病 中言逆耳 利于行 好 那这个良药苦口 利于病 我们就可以讲说 Good medicine Taste bitter 很苦 Bitter B-I-T-T-E-I But It is good for 什么 疾病 这个 Sickness 或者是 Earness 这就是良药苦口 利于病 那中言逆耳 利于行 这个可以 背起来 再看下面 最后一个了 他说 Maining Receive Advice Maining 是指 Maining People Maining People 很多人 都 接受 接受过 别人的中顾 可是呢 Only Val The wise The wise 的加形容词 等于 附属名词 The wise 就是 Wise People 但是只有 聪明的人 Profit Buy 是借着这个人家给我们的格言而得到利益 Profit 获利 只有聪明的人 才会从别人给我们的中顾里面获利 就是听起人家的中顾 就会对我们人生也许是这个命运有所改变 那有的人就是怎样啊 这个 不喜欢听人家给的中顾 耳朵都塞住了 所以呢 没有办法改变 那像这种句子结构 在 这个简短有对称的时候呢 都是用逗点 这个逗点其实就等于是连接词一样 它的含义可以等于 end啦 那么end 好 作用 下面我们来看 各家形容词等于复述名词 老师举了一点点在这边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the wise 就等于wise people 聪明的人 the foolish 或者是 the stupid 就是foolish people stupid people 愚蠢的人 the blind 就等于blind people 盲人 the deaf 就是deaf people 聋子 the dumb 就是dumb the people 哑巴 the rich 就等于rich people 有钱人 那穷人就是用 the poor 就等于poor people 好 那下面 有一个观念 这个很重要 就是 据说 像这种写法 这个句型 it is said 是被动 哇 这件事情被说 其实这个就是据说 人们说的意思 可以等于people think 这个是thought是认为 说这个事情是被人们这样认为的 这个是被动 这个是被动写法 这个是被动写法 等于people think 这是主动的写法 那it is said 是据说 这个是被动的写法 那也可以用people say letter 这是主动的写法 这个句型很重要 主动被动 主动被动 这样子 这个人们认为 人们说 那我们就说 这个 具性 人们相信 那就会用believe it is believe the letter 具性 或者是people believe the letter 这种写法也是不少 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主动被动 交换运用 好 我们看这个内容 这个例子 it is a soul letter 人们是这样子想的 人们想说 the young 年轻人 should respect all 应该要尊重老年人 the rich 有钱人 should help the poor 应该要帮助穷人 好 这个就是 把这个句型 跟前面这种表达方式 结合起来 我们写出来的一个 例子 范例 那就给同学做一个参考 好 有关于中固的 我们金鱼两眼就讲到这里 我们金鱼两眼就讲到这里 一 二 一 二